Danny Lam 立刻一千 Danny Lam 聪明 Danny Lam 是我的供應 但是和我們還可以生意 不過他很久沒有贊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應該不在香港 因為他在大陸 可能他回來了 我不知道 或者現在要翻牆 Anyway 我也要講一講 剛才我的廣告 我有賣的那部EA Mask機 我今天剛剛收了 EA Mask機的真正程度 真的很清楚 彩色印的 教授他有什麼功能 還是怎樣用 如果你們上來 因為平時我們講得不清楚 尤其是Terms 大家去拿一份看看 我真的很推薦 因為我有用的 我有用的 我用公司和家 我真的正好到不得了 我家裡現在有事 我在廳裡煮煙 後來老婆的房間 有沒有味 他不想知道 嘩 他不想知道 這部影片真的很難看 還有我這樣說 我也開了一點槍 但你很難沒有味 因為滲了你的梳化 那裡 但是 真的完全沒有味 沒有人不知道 我真的覺得 很有用 最重要是老婆不知道 是啊 老婆不知道 好了 其實他講來講去 都是講過幾點而已 我就沒有什麼覺得 要再重新講 最主要都是釐清幾點 譬如阿森哥就問他 為何當日你找民建聯 他再重新都是六神無主 為什麼阿森哥又會這樣再次問他呢 因為其實很多我們這邊陣營的人 都覺得他 你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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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覺得是的 但是 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算他是藍絲也好 他是一個死了女兒的媽媽 就是這麼簡單 他說那時候 他說那時候六神無主 他一個女兒不懂政治 所以有朋友就介紹政黨給他幫忙 這是他的說法 是真是假 我們不要深究了 我不去深究了 因為起碼他現在就說 民建聯這件事 幫不幫到手 阿森哥問他 他就說 大家都知道 如果幫到手 我就不想要走出來 這樣很明顯 其實 幫不了手 可能他們政黨自己 都有一個困難在 但是如果政黨有足夠的壓力 給政府 或者有足夠的能力去觀察這件事 今天你看看李家超講的時候才講 我真的覺得我們去年很冤枉 說一下我們去年到今天發生的事 雖然要發生的林康正 就總要發生 就算沒有了逃犯條例 我當沒有了逃犯條例 以林鄭月娥這樣去管治的手法 這樣的能力 香港終於都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當然世界上沒有如果 但是我是很深信的 因為即使在這件事裡面 中間或者去到現在都還有很多轉環的地方 去到現在這一刻就難了 是不是完全沒有呢 我也不覺得 不過以他的能力和性格就沒有了 是的 是不是 近日社會各界深哥就質疑潘媽媽為何現在才出來取回公道 老實說我就不覺得有什麼社會各界質疑她的 如果有質疑她就可能是那些深男或者那些民仔的支持者的質疑 多人家等你請幫忙 然後人家說得很清楚 陳同佳走出來現在成年了 都沒有反應的 那你做媽媽還不出來到什麼時候 就是 好了 我來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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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